会在这个范围的sub到end sub帮你去执行 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们是 这个sub指的就是说 我呼叫第1个执行完 呼叫第2个再呼叫第3个 分别帮我完成就OK了 所以以后呢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自动化步骤拆成很多段 然后最后呢用call的方法 全部串接在一起 好就可以达到这个自动化的目的 OK 再检查一定都是可以 找到那个问题点 那 再来的话我们就是要 接下来就看那个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再来录制就枢纽分析表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今天再到第24页 产品枢纽分析表 不过这个可能一层一层的 也就是说你刚刚的东西 如果没有做完的话 你后面可能就 没有办法再把它弄 假设我今天希望产生一个什么 产品名称的枢纽分析表 就这样 我希望知道 刚刚的这个data里面 到底 卖 他的什么 订单 大哥大有几笔 有线电话几笔等等的 然后呢他的单位卖几个 这个是订单数量 这个是卖几个 那第3个是 销售金额是卖多少钱 分别帮我列举出来的话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这是前一阶段 基础班有讲到 那我们只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能够自动帮我画出来 自动画出来 这样怎么做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 再来看 刚刚的部分 所以特别注意 你刚刚的步骤要先完成 才有办法做 下一阶段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 先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工作表 然后让他跑跑看 跑的方法的话就是 聚集里面直接执行 按执行 这样就OK了 或者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 假设 更贴心一点的做法 直接 在这个里面 先插入一个按钮 以后啦如果你希望 那个按钮能够产生的话 你可以从开发人员下方 这边有个插入 表单控制向 左上角这边有个按钮 是左上角这个按钮 那你可以点选他之后 现在 预设这个 拖拉一个 按钮 大小的话由你自己决定 你可以大一点 你可以小一点 这个时候他会跳出来问你说 那请问按下这个按钮之后 你要去执行哪一个巨棋 那你跟他讲说 我要通讯产品巨棋 那并且把上面的名称 我习惯是复制起来 好为什么复制呢 因为我 按下确定之后 那个按钮上面的名称是按钮1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上面的名称 贴上 他就变通讯产品巨棋 那做好这个之后 一样再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是做什么 按下他看看 自动完成 按下他就自动完成 当然一般习惯是 也会再做一个恢复 一个是按下他是 做完那一个是恢复成原状 不过 这个恢复成原状的话 你们也可以自己录制 恢复的话 我们这边恢复好像要删掉 E栏跟 C栏 然后这边可能要恢复成跨栏之中 等等 这个也许你可以录制 然后踩那个按钮 让他恢复也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讲 再去 变出一个 刚刚讲到 在那个讲义里面的第24页 这个枢纽分析表 那一样 我们 也是先做完 然后呢 把它 录制成聚集 希望一键按下去 自动帮我把那个枢纽分析表 自动帮我产生 也就是自动 如何自动产生枢纽分析表的 第一个程式 那里面的话大概 请各位参考一下那个 24页这边 做法我说一次给各位看 一 一样我们先产生 跟刚刚的结果 所以你这个是 已经有 C栏 有E栏 你才有办法做后面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枢纽分析表 他需要有你的栏位 他才有办法帮你去做后续的分析 没有那个栏位 比如说你刚刚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产品名称 和区域名称的话 那可能你就变成说编号 跟区域编号 那未来怎么 你看到的data里面都是编号 不对呀 你这怎么办 人家还要 直接 你再给他一个对照表 这个编号自己看 那 不行 所以基本上我们 先产生完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插入一个什么 枢纽分析表 然后 他会帮你圈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是在这里 自动会把整个范围选起来 按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 区域分析表会先产生一个catch 这个catch是 暂存 是可以让你放栏位的地方 那 我们接下来怎么样 可以把我们需要的 蓝 分别把它加进来 其实就是 第24页要的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产生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结果的话 第一个啦 你可能要思考 你的列 其实这边就列 列的部分呢 是要长这样子 另外计算的部分总共会有计算三个 这三个的话呢 记得放在值的地方 特别说这边是放值 这边是放列标签 那拖拉的方法 最后其实就顶多是做个样式 这个样式其实 在录制聚集也 也许可以暂时不要做 因为多一个功能 可能多一个错误 那我们来试一下 第一个请你把产品名称 拖拉到列标签 OK 那你会发现 他已经自动帮你做什么 移除重复 他一堆 订单里面 可能就留下不重复的资料 所以其实 拖拉到那个列标签 他就自动移除重复 第2个的话呢 统计什么 这个里面 有几个订单 总共的话 总共有20列 减1 所以这边到这边总共19笔订单 那我想知道 这些订单里面 是 大个大的有几个订单 然后呢有线电话 无线要各几个订单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把那个 产品名称 再拖拉到值里面 放开 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你 你的大个大订单有7笔 有线电话6笔 无线电话6笔 OK 特别是 其实 他这个值如果说你拖拉的栏里面 不是数字 他就帮你加几个 但是如果你拖拉的是数字的话 他就帮你加总 其实道理就是 如果不是数字 是数字以外的东西 他就是用conif 其实对应到那个 函数就conif 那如果我今天 想要统计什么 你卖几台 卖几台 数量 台数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把那个 台数拖拉到值 他其实如果里面 因为里面是数字 所以他就帮我加总 所以其实对应到那个 Excel里面的函数就3笔 就是如果是 那个 订单里面是 大大手机的话 那他就帮你怎么样 帮你3笔 就上加总起来 累加起来就对了 那销售额的部分也是一样 销售额拖拉下来 他就帮你3笔 好 那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顶多就是再加什么 加设计里面有那个 样式 样式也许可以把它做漂亮一点 也许我选一个什么 中等深浅的那个 11好了 类似像这样 把它点一下 好 那我就产生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 那以后如果你想说 老师我每天都要做 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每天都要做这个枢纽分析表 那我希望呢 以后能不能自动 帮我产生就好了 比如按下按钮 然后 自动就产生 可能要产生很多种不同的变化 那我可不可以自动全部帮我 按照我要的那个 那种变化类型 自动帮我产生对应的枢纽分析表 然后顺便也自动帮我把枢纽分析图 都做好了 然后最好是自动帮我切割 直接寄给对方就好了 那是最好 可不可以办到 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就是要 阶段性的完成 第1个呢 怎么样自动把那个 枢纽分析表把它变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1个 这个过程应该OK的 那我们把这个动作先 这个也删掉 因为他会在 刚刚的这个工作表的前面 变出一个叫工作表12的东西 那把它删掉 那如果你已经 这个步骤OK之后 接下来就怎么样 一样录制巨棋 所以我们又会需要一个叫什么 一个巨棋 这个巨棋的话就是什么 枢纽分析的那个巨棋部分 那我们就 接下来彩排OK了 接下来就是 开发人员 这个 录制巨棋 OK 然后名称的话呢 我们给他取 取名称叫 产品名称的 枢纽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直接给 这个名称 不是绝对的 不过尽量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取什么名称 跟我不一样 以后call的时候 也会名称不一样 这边的话 我就 产品名称的 枢纽 这个名称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就把刚好的动录一下 确定 接下来 所以尽量按 按照step 1 那个插入枢纽分析表 范围OK了 按确定 2的话呢 就是把产品名称 拖拉到列 然后产品名称 再拖拉到值 单位台放在值 销售额放在值 OK 没放到 那个可能下方 我再拖拉一下 我习惯要拖拉 其实你可以打勾也没问题 就是习惯拖拉 要就拖拉 取消的话 就把它拉上去 取消 这个其实这样 拉上去 它就叉叉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做设计 样式部分的话 就是它的那个格式 把它改成就 这个好了 好 完成 那就把它 就是 录制聚集结束停止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再来就是 停止录制完之后 再切到聚集 找一下那个什么 产品名称枢纽 编辑它 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它就帮我产生了 OK 就是这一段 不过你会发现 蛮多的 洋洋洒洒洒一堆 下来的话 因为像这种东西以后 尽量还是录一遍之后 以后就可以重复使用是最好的 只是说里面哪些 要点 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可能要参考一下第25页吧 第25页里面 哪些地方可能会需要注意呢 OK 特别注意 那个 录制完的程式里面 你会发现 它录制的那个 第一行就是 序齿 序齿实际上就是指的是什么 工作表物件 点 add的话 意思是说 新增工作表 它意思是说 按一下那个新增工作表 它就会等于是什么 帮你产生一个 该问题来了 其实 它产生的这个工作表 其实我们还是比较习惯 它帮我新增到 它的那个 就是 最右边 可是你会发现 它那个add 它是放在哪里 放在前面 所以有的时候 我不太喜欢它 放前面 那我希望它放在后面的话 可能你要需要 多一行程式 哪一行程式 就是告诉它说后面 请你呢 帮我放在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怎么叙述呢 其实就是 序齿 刮壶 后面的话呢 Shit.count Shit指的是哪一个 工作表 刮壶是第几个 里面放第几个 那可是我不知道说 最后一个 是多少的话 它里面有一个属性 就是点count 点count的意思说 帮我算算看 这个工作部里面有几个工作表 他比如 四个 他就回来 四个 那也就是他帮你放在after after意思是说 第四个的后面 如果又多一个 比如你又新增一个 变五个 去点count就变五了 第五个后面 所以永远都放在最后一个就对了 所以记得 这个地方可能要改一下 这个地方 然后呢 那个目标储存 这边 格的位置 恐怕也要改一下 去点count 因为这边的话 可能有两个地方需要做变更 那我有在那个 讲义里面 特别用那个 颜色标注起来 其他 大部分应该不用改 只要大概改一下那个 黄色区 如果这黄色区 没有错的话 那基本上 这个 枢纽分析表 自动化 就产生了 那只是说细节 再加上注解 那注解部分的话 我大概就是有分成 四个步骤 游标放A1 当然不一定放A1 刚刚是路可能你放在那个范围的其中一个储存格 然后把它新增到最后 并且 这个托拉你要的那些 然后并且最后在 我这边有一个是修改标签 修改标签 列标签是在这里 我这边有录到 我刚刚漏作 这个地方 把它改成什么 产品名称 Enter OK 这边是列标 这边是 所谓的那个 列标签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这个部分程式录下来 那待会的话 我们录完之后 再来看一下 这边编辑一下 它里面的东西 里面哪些需要改 哪些需要 去做变化 待会再来看 东西 如果大家过去